故事館八歲了 這八年來 如果沒有開始我們的蘇縣長 能夠去支持文化保留 你就沒有辦法活化 但是現在我們未來的課題 就是要永續 因為這個文化 載立縣跟農業這樣 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作品 在這八年來 我們非常辛苦 有感 非常謝謝大家 我們期待未來一起共創 大家共同未來的景點 謝謝大家